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如果A向量長度是等於5 B向量長度是等於3 A向量加B向量長度是等於7 試求平面上兩向量 A向量與B向量的夾角θ是等於多少 那麼首先由這個關係式我們兩邊取平方 那麼得到A向量加B向量長度的平方 這就等於49 所以呢這是A向量長度的平方 加上B向量長度的平方 加上兩倍的A向量與B向量的內積 這是等於49 所以呢A向量長度是等於5 B向量長度是等於3 我們再進來 那麼得到這是25加9 再加上2乘以A向量與B向量的內積 這是等於49 所以呢25加9 我們移向過來 得到這兩倍的A向量與B向量的內積 是等於這是15 所以呢A向量與B向量內積 就是等於2 就是等於2分之15 那麼去除以 那麼去除以這兩個相乘就是5 去乘以3 所以呢這是15 因此呢這相處的結果 這是等於2分之1 所以cos 所以cosθ等於2分之1 那麼θ就是等於60度 這個答案 是等於2分之1 是等於2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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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滅 4分之1 2分之內